美国参众两院火速的通过了香港法案 现在就等川普总统来签署 他要是不签 只要不否决 那么十天之后 他就自动生效 这道法令引发了中南海 当然第一时间就跳脚了 为什么他变得这么敏感呢 原来法条当中藏着血滴子 他会让多少中国大陆的疯狂富豪 那些贵高官达人 他们把钱搬出去 藏出去 通通都无所遁形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解破 这套法令背后的猫腻 当然更重要的 明军也要为我们来揭秘 整个这一些所谓的贪官 他们怎么样蚂蚁搬家 把这些钱搬到海外去 有一套所谓的疯狂的胜利方程式 好了 为什么说 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香港法案 可以说是掐住了中南海权贵的咽喉 因为我们看一下香港的法案 到底内容有哪一些 美国众议院今天凌晨是光速的通过了 参院版的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 要送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手中 十天之内川普一定要签署这个法案 这法案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说他这个国务卿会要求国会 你每年要提出年度报告 比如说一年一审查 看看就是说香港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适用于就是特殊的一个对待他的方式 而第二个则是说美国总统可以提出一个制裁名单 要制裁谁 只要是对这个香港的民主跟法治 有胁迫跟威胁的人 你可以对他来这个冻结资产 甚至是拒绝他进入到美国去 对于很多在这个美国大量资产的中南海权贵来说 这可不得了 这是一个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钱可能就因此不见了 所以明君你讲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今天香港对中国刀来讲 那是我的内政还轮到你老美在那边说三到四吗 你根本手已经伸得太近来的 这是孰可忍 孰不可忍 对 其实这个香港法案一通过 也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透过法律手段 严重干预香港局势 这法案一通过 我想这个北京当局是当然是气得跳脚了 像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他就连气骂 他骂得非常难听 他说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案 完全是这个没有道理的 而甚至北京还罕见的 透过人大 政协 外交部等等 七联发单位一起来举行这个强烈抗议 耿爽话说呢 这个香港是我们国家内的事情 关你美国什么事情 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怎么可以来干预中国的内政 整个言之就是他不爽你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到底是谁干预谁的内政呢 现在美国这个参议员 参议员他有话跳出来 他说呢 他这个人呢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叫做卢比 他本身也是香港法的提案人 他就回唱耿爽 他说呢 香港法案是美国的国内法 这是我们处理自己国内的事情 根本不是干预你大陆的内政 所以这两方各说各话 看起来呢 中美的新冷战可能会开启新的篇章 所以用更白话的事情来诠释 这个事件的冲击 就是说我今天香港法已经过了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以香港之名 上纲到任何我老美我看你不爽的这些高官 这些政要我就可以去查 你在我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的账户里 有多少见不得光的钱 这个下去的话 让那些搬钱的达官贵人恐怕要跳脚了 好 为什么说中南海权贵要紧张呢 因为他们在国外的钱真的是多到你会吓死 我们看一下呢其实根据2017年媒体披露 大陆的这个特权阶层呢 近有高达10.27兆人民币 大概是美元1.5兆元的资产 藏附于境外 这个金额呢大概是2016年 大陆整体GDP的13% 我们看一下呢这个10.27兆人民币呢 有70%以上呢都藏在两个国家 一个是加拿大 大概藏了2000亿人民币 另外是美国是5200亿人民币 香港法医过等于说是掐断这个 他们中南海权贵在海外的这个金源 另外一个呢 根据维基百科他解密说呢 大陆的高官呢在瑞士银行 大约有5000个账户 而三分之二呢是中央级的官员 我们想到瑞士银行 瑞士是个很中立的国家 应该很安全吗 不 其实瑞士呢 它是一个任意门 你任何的这个欧洲的金流 都要通过瑞士来进出 偏偏瑞士又很听美国的话 所以美国老大哥一下令说 某某某你的钱这个资产 我要冻结来检查的话 哇 连这个任意门都关掉了 我想这些中南海的权贵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 就很担心说 可能我好不容易搬到海外的钱 就此要被查封 没有办法再动用 所以我们以为说 到日内瓦去开个户 就万无一失你看 结果瑞士你一看 三百六十亿人民币而已 那透过这个任意门 一查下去 你就会看到顺藤摸瓜 最后你看到英国 一千八百亿的家 法国一千三百亿的家 西班牙八百二十亿的家 通通摊在阳光底下清清楚楚 那大家想说 为什么这些中南海权贵 这么有钱呢 钱从哪里来呢 我们看一下一个新闻事件 就11月15号 可以知道 大陆的这个 红二代红三代 到底有多富有 在旧金山湾区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件 有一名叫做李凡 你的被告人 就画面上这一位 他是一个华裔的企业家 他涉嫌在三年前 就找他的现任男友 杀掉他的前任男友 案件本身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这个案件 最新是会宣判 是不成立的 不过保释金就高得吓人 在三年前 当时据说这个李凡尼 他的保释金高达了 三千五百万美元 这是什么数字 天价 三千五百万美元当中 有三千万美元 是以这个房产来缴纳的 那房地产 经过这两三年来 美西的房产增值之后 据说现在的总金额 保释金是高达了 六千四百二十四万美元 算算台币 大概有快二十亿 这个二十亿的保释金金额 已经创下了 全球第十高的保释金金额 大家想说 这个女儿什么来历 怎么可以这么有钱呢 就媒体就抽丝剥茧一看 原来她的妈妈 就画面上这位叫做李继红 她可不是一位 普通的中国大妈 媒体一看到背景 才知道说 这个李继红跟她的先生 都是大陆的这个 典型的红二代 也就是说是官二代 是军官出身的 但他们家根据认识的人说 他们家在北京非常非常有权势 也很有钱 在北京跟美国都有相当多的房地产 在投资 那大家在这个抽丝剥茧之下 一看 这个李继红的来历更不得了 因为她的哥哥是谁 也就是李凡尼的舅舅 他的哥哥是前总装备 中共前总装备的部长 李继奈 他可以说是江泽民的二把手 所以说李凡尼的这个背景 这么守候 也难怪可以找出 这么惊人的保释金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的新闻几天前 因为他后面那座山非常的大 这个是红二代 红三代 我们再来讲讲看 在大陆的这些权贵阶级 他们搬钱有一个所谓的胜利大逃亡方程式 好 其实说这个胜利方程式就是说 他们这个 大陆的这高官们就把孩子送到海外去 对不对 那副职辈就在中国大陆继续利用权势 跟权力来捞钱捞金 然后再把这个钱呢 透过这孩子 因为在国外就学念书搬到海外去 孩子在这国外就可以进入投资 成立公司 变成企业家 甚至还进入他们的政治的权力高层 变成说是政治经济的双投资 那我们说到中国的权贵 它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把海外资产安全的搬走呢 一个方式叫做是这个家族信托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离岸信托 离岸信托来说 就是说假设你是个富豪 你身上就是所有的资产跟房地产 你一旦搬到这个离岸信托之后 这个房地产跟资产 就已经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了 而是离岸信托 根据统计大陆已经有十位的顶级富豪 像是这个京东商城的刘强东 马云跟雷军等等 都已经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离岸信托 要好好的保护 你刚刚说到一个数字 听了让人觉得如此的巨大 搬了多少钱出去呢 你说2016整个中国大陆 GDP的13%都出去了 你看多大的一笔钱 现在香港法一通过之后 美国彻查 那会不会变成美国手上 海外资产我一查下去 变成另类的软核弹 那事情就很严重了 可对习近平来讲 他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此从今年年初 他已经起手势 已经告诉你 我宣誓我要开始 贪官污吏 一个一个都不放过 年底到了 总体检 抓到了谁 抓到了什么 的确习近平呢 他在年初十九届的中纪委 三次全会的时候 他就再次强调 要要求加大金融领域的反腐力度 为什么是金融领域呢 而且高官就是透过这个 非常贪腐的金融体系来洗钱 来赚钱的嘛 至今已经有超过三十多名的 金融领域的官员落马 我们想一想 今年这个十月份的四中全会 刚在北京结束 为什么隔一天 习近平就杀到这个上海去 大家以为他要去参加进博会 事实上呢 有人说他是赶着去 还铲除江派的势力 因为上海就是江派势力的大本营 果不其然动作出现了 昨天有个新闻 就是这个大陆的工行的上 工商银行的这个上海 分行的行长顾国民 因为严重违纪 违法遭到双胎 也就是说呢 他被开除了这个党籍 还有公职的职位 那这个大陆 他们给的这个官方新闻稿 也蛮吊诡的 我们看一下哦 中纪委通报说呢 顾国民呢 理想信念崩塌 党性修养缺失 毫无敬畏之心 还说他人生观严重扭曲 价值观极度物化 他对于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贪官污吏双开 我们过去也看很多 他可以写到这么细 对他的人格极尽 羞辱 羞辱践踏之能事 而且还传述说呢 这个顾国民呢 还自爆潜规则 就是说有跟32名女下属 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所以就因此遭到双开 那除了他之外呢 就在这个顾国民被捕后不久哦 另外一家银行 平安银行的上海分行的行长 冷培栋 还有前分行的行长杨华 10月份呢 也被带走调查 看起来习近平是很有计划 要把这个上海的金融圈的贪腐 势力给一一的铲除 好我们回到整个打摊 特别锁定了这个所谓的金融圈 又在上海这个钱袋子 进步来看 大家外面都在说 这个地方是江泽民的老巢 这个地方是对江派的最后的 所谓的倾角 可是有机可循吗 当然是有机可循啦 因为根据这个中共前政治常委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他11月7号在党媒发文 他又提出了政治腐败 防范利益集团窃取党和国家权利 就显示呢 这个中共的十九大之后 高层的博弈 还没有这个停歇哦 因为王岐山呢 他在人民日报呢 他就刊登一篇文章 他写说呢 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内容来自于中国官方出版的 十九大学习的辅导读物 而重点就是说呢 他认为呢 中共的这个政治腐败问题呢 是最大的腐败 还提到了两类的政治腐败 一类是结成利益集团 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利 二是呢 山头主义宗派搞非组织活动 来破坏集中统一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说 其实呢 整个中共的这个腐败情况 是非常严重 连王岐山都说了重话 下了重手 你看哦 他的整个手法 他的脉络 在王岐山 刚刚的这一份 半公开的一个论述发言里面 你已经看到轮廓了 今天我们进一步 为大家制作的这张图表 官场现行 到底哪一些人干了什么好事 各自的角色分工 怎么样的轮廓 王岐山说呢 中共腐败来自于 他们结成集团 来搞一些不法勾当嘛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共犯结构 其实呢 这个人呢 为什么说这个平安银行的 上海分行行长 冷陪动 跟这顾国民会被抓 就跟这个大陆的前证监会的主席 刘世瑜有相当大的关系 好 那他自首之后呢 其实就是跟这两个人有关系 他就再把这个人攻出来 那这两个人 其实就分成两个线路来讲了 第一个我们讲顾国民好了 顾国民呢 往上看 我们知道公行是一个非常有钱的银行 他一年赚钱可以超过十个百度 他在公行做了十七年 这么有油水的工作 又做那么久 背后一定有人挺嘛 那谁挺呢 他上面的人 可以像是华融集团的钱董 是赖小明 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整个江派的一个财神爷 等于就是说呢 他们就透过这个体系呢 来洗钱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钱呢 就是替高官们提供一些服务 可能是卖官啊 或者是一些钱权的交换 来造成就是说 只是这些大陆的贪腐的 这状况越来越严重 那另外一卖呢 则是这个平安营房的上海分行冷陪洞 它的上面就是大陆的前统战部部长 令计划 令计划 我们知道它是山西人 然后它有一个组织一个西山会 西山会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商人啊 联谊的这个会所 其实并不然 它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卖官的结构 据说啦 在这个西山会里面 你要进去哦 你就要先缴个 一千万人民币的会费 然后呢 借此当中 大家的利益交换 来输送 可能就帮你安插 在某个工股行库 有个银行 有个好职位 因此他们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完整的共犯结构 不过看起来 从这个中国内部 习近平小朋友打摊 跟香港法通过之后呢 他们对外来就是 来查封这些中国权贵的 这些资产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中国权贵 未来这个财产呢 要来就去 更多钱 看起来是难度越来越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